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就问他 当选总统想跟日本展开哪方面的合作 他就回答了一个很空泛的话 他说台日历史渊源深厚 人民关系感情非常的好 未来跟日本两国的福祉又或为印太和平稳定 甚至全球产业链重组的时候 台日共同合作造福全世界的经济发展 所以答案是什么 要全方位的合作 所以王源在想说你在呼隆NHK的记者 NHK的主持人就这样 我们要全方位的合作 我们在上一段时候有讲说 赖清德面对到学生们的提问的时候 他好像也是用这种呼隆的方式 问你说民进党现在种种的问题 然后你用反问就算了 大家开始举出了很多实际例子之后 赖清德又开始在跟你讲说 这个民进党是1986年成立 然后你们举的这些例子 种种种种种 然后就是没有回答 所以赖清德现在已经开始到处是用这种 不正面回应又呼隆的方式了 那再来我们来看看 马英九这几天也在新加坡 也被拍到了这个联合早报的这篇报道 就讲说马英九跟李显龙有这样的对话 他们是在出席亚洲前瞻峰会的时候 马英九在台下还站起来对李显龙提问 就说两岸可以谈成些什么呢 然后这个陆和美可以避免冲撞 那就是他后来就号召说 全场的人要跟他一起来呼吁 两岸要来展开对话 那所以这个话讲完之后 全场也都响起了掌声 李显龙也都笑了 就是反正就是他呼吁说 希望大家一起的力量让两岸来恢复到 对话的这个 等于说对话的桌子上面 不要像现在被民进党搞得这样兵凶战危的 或是两岸这么的对立 那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 李显龙还跟马英九近距离握了手 他就说未来如果有必要 我们就指新加坡很乐意提供房间 以及倒茶水 现在亚洲面临三大挑战 中美在台海热区也存在着误判的风险 他就是新加坡 李显龙也是表达说 很希望两岸可以是用对话的方式 不要让台海的冲突持续在升温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拜登也就原屋发表重大谈话 暗示有办法来绕过国会晶圆 因为国会现在说 要让国会续命45天这个法案 其实是把乌克兰的援助排除在外的 所以他讲说可能可以用另一种方式 为基辅来找援助资金 美国的国防部说 已经授权在援助满足军事需求上面 让乌克兰稍微再称一下 有赖国会采取行动之后 才能够提供援助 所以他们现在美国海军就拦截了伊朗的军火 像是这些反坦克飞弹大批的枪械 就说要直送乌克兰 他说因为对乌克兰的援助不能停 所以就把过去从伊朗 夜门查获的各种武器 通通都转移到乌克兰 就我自己给不了 我就拿别人的给你 可是现在泽鲁斯丁很担心 就说现在看起来 因为麦卡锡被罢名掉了 所以他说美国明年总统大选前的 现在政治论战恐怕会削弱 华府对于基辅的支持 他说令人感到相当的忧心 现在看起来就是下一场战争 对于美国来说 总是好像到处挑起一些矛盾冲突 下一场战争现在目前还没有着落 是不是变成让乌战又要继续拖下去 因为其实包含欧洲 包含世界各国 大家都有这种呼吁 希望赶快这个战争赶紧结束的声音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中美之间的角力 现在美国力推千万家无人机的风群 说要对抗大陆的无人机 希望能够在七个月之内 准备好首次飞行测试的系统 飞行的范围达到500海里 而且希望能够可以攜带有效载荷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军 现在临时部署在鹿尔岛上的无人机 也将要搬到冲绳 对于美军而言 继续在南西珠群岛 这边部署MQ-9 是考虑到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 他说旨在强化警戒 所以这个MQ-9也要在这边 鹿尔岛这边出现了 那另外我们看一下 美国现在两党 国会两党的预算之争 有一些分析家认为 你们这样继续生下去 为了避免政府关门 而通过为期45天的 临时开支议案 可能会为太平洋岛国 留下了潜在的资金短缺的风险 那反过来就为了 中国大陆可能制造机会 他们就说 现在太平洋岛国 可能从美国拿不到钱的话 那会使得美国的盟友 在经济上变得脆弱 反倒会让中国大陆 挖走台湾的一些邦交国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 我这个 他这个因为议长被罢免 今天传出另外一位 因为川普 他说他支持那个Jim Jordan 那Jim Jordan事实上是一个 也是非常非常超级保守派 我说民主党这次恐怕捅到马蜂窝 因为麦卡锡是你可以交易的对象 对不对 这个就好比民进党再笨 也不会 国民党说有人要罢免王金平 结果民进党跑去支援 对不对 结果你现在把麦卡锡也干掉了 那先是传出那个Steve Scarlett 可是因为他现在罹患癌症 那现在就传出Jim Jordan Jim Jordan是要命的保守派 美国保守联盟给他的评分是满分 满分 这个所以你可以想象 11月17号 一定是共和党要先选出一个议长 那众议院改选议长 上次投票投了15次 就不知道这次要投多久 然后接下来11月就要迅速 展开预算协商 不然你11月17一定来不及的 那我看 因为针锋相对蔓延 这个预算要过真的不容易 所以拜登在那边说 我们有办法绕开国会 我猜他的招 我猜他的招可能就是到北约 然后就大家凑钱 那也跟日本说你多少也粗一点 所以有别的另一种方式 到处乞讨一下 因为美国他本来的预算是240亿 他透过这番外交的努力 就可以回来跟共和党说 我们现在大概出60亿就够了 我觉得他的招可能是这样 因为240亿一定不会过 不可能 那乌克兰现在真的是很麻烦 因为坦白说冬天也快到了 所以美国才会传出一个声音 说乌克兰如果真的都拿不到钱 可能两个月左右就撑不住了 这个是指经济上 军事上大家也知道到12月 这个地方就进入冬天了 进入冬天 事实上目前我们没有看到 俄罗斯想要再往外攻击 目前看到的是他想要巩固占领区 所以主要是乌克兰要做大规模反攻 如果在未来的两个月 因为预算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做大规模反攻 到冬天要做大规模反攻 我觉得会非常困难 所以就等于是从12月 到明年3月初 俄乌战争就是暂时停止 就会变成这样子 而且接下去冬天 你也要让人家经济上能够撑过 所以我是觉得其实这个态势 很多人就说 事实上美国这个不负责任的方式 就造成很多后遗症 目前美国政府还有民主 亲民主党的媒体 当然就是一直在扩大这个讯息 就说你这个不给钱 我们外交很多地盘都会输掉 俄乌战争是一个 南太平洋也是 拜登大概还会一路 把这个论调扩大 来说共和党的不负责任等等 不过这个情况事实上 大家有没有联想到 他11月17号刚好碰到APEX 对 APEX是11月12到18 对不对 你去想一想 如果联邦的警力不能够协助 那光是旧金山的警力 旧金山本来就是乱成一锅粥了 旧金山的警力可以负责各国的维安吗 这个恐怕大家要打个问号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因为这样 因为11月12就要APEX 那结果那个时候预算还没有着落 结果联邦警力不能介入 那只能够靠旧金山当地的维安 那旧金山政府甚至还通过两亿美元的预算 这个叫周边的那个无家可归的 homeless暂时躲起来 我真的是在想到说 中国大陆会不会把这个维安因素考虑在内 所以习近平去旧金山 会不会有安全上的问题 因为美国你现在预算都没有 联邦警察不用上班那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有影响 就是美国对外的一些功能 一定会受到影响 对 好 来请教介老师 这个 我觉得赖清德是我们台湾人里面 比较清日的那一派 不晓得我们台湾人里面 还有很多很反日的一派 因为为什么他讲法 我觉得有欠经过历史的考证 他的讲法是错误 什么叫台日历史渊源深厚 这个历史是一片血泪 什么叫一片渊源 什么人民感情非常好 他做台南县长的时候 曾经在台南的这个玉井乡 发现一个万人坑 那里面很多骨头被挖出来以后 发觉很多是青少年的骨头 都是成年人青少男性的骨头 他当时就不太处理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1915年发生在台南 预警的焦巴年事件 焦巴年事件是日本统治台湾 已经20年武力镇压以后 那么台湾人民对于日本殖民统治 日本人暴政的一次武力的反抗 那为这说这些领导人 包括于清芳 于清芳 罗骏 江定 这些人都是抗日 台湾人抗日的自私 那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追随 可是因为他们都是用传统武器 结果日军用这个现代化的武器 机关枪扫射 而且因为这个事情结束 日本统治把所有的现场都封锁 消息也封锁 那据很多幸存者来 有些传闻说 日本兵对10岁以上的男丁 全部斩首 然后用机枪扫射 到底伤亡多少人 到现在是一个谜 因为日本那时候绝对控制台湾 不准任何的消息 那日本在早期在台湾 刚殖民台湾的时候 用的都是用屠村的方式 也就是不让任何活口 把消息传出去 那么在当时 日本刚占领台湾的时候 是有一些外国传教师 看不下去 然后到国际法庭去告 当时的这个 这个国际上面去告 所以才对日本的 对台湾的屠杀政策 才有所收敛 可是西兰安事件 也就是焦巴年事件 日本光判死刑 就判了将近多少 将近1000个死刑 而且是速审速决 这个死刑能够这样子判吗 那在现场 这个屠杀的平民百姓 更是不计其数 我想这一点要提醒赖清德先生 他要去好好正视一下历史 什么叫历史渊源深厚 这个算不算历史渊源 对不对 你们这么把台湾讲到 好像跟日本 好像日本在台湾是什么 是什么 行善积德 对不起 台湾在日本50年统治里面 被杀的台湾人有40万人 日本人只有一个档案 叫盗匪党 现在都留在我们台湾 他当时的台湾总统 统统统留下来 盗匪党 只要抗日都算盗匪 对不对 我们台湾民间一直有个英雄 我们从小就知道 现在这个蔡英文都不提了 叫廖天丁 他为什么叫义贼 他就是抗日 他就是抗日 现在民间在这个 新北市 那个巴黎 还有一个廖天丁的庙 很多人都去祭拜他 为什么 他代表台湾民间在抗日 所以我不晓得赖清德讲 人民感情非常好 是如何好 那这一次日本 就因为有一个驻日的一位 这个代表 他是日本放核废水 他还说对身体有益 这种是少部分 他做这些声音的时候 台湾把他骂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 你不要把你的意见 当作代表所有台湾人的意见 真的 你如果选上当总统 更惨 我们这些对台湾历史 认知比你清楚的人 就怕你这种 只有一味的亲日 把祖宗流的血 受的苦都忘记的这种人 好 来文莱老师 赖清德 你一直搞台独下去 你就会挑起战争 你就是我们战争的罪魁祸首 可是到今天为止 你仍然不宣布你要抛弃台独 换言之 你一直在制造一个 可能挑起两岸战争的 这样的一个潜在的风险 所以你还说你要避免战争 你简直在公然说谎 你要避免战争唯一的方法 你就是抛弃台独 放弃台独 宣布我绝对不会搞台独 而我民进党的党纲 一定要废除台独 这样的话 我要扫除战争的可能性的风险 到今天为止你都不肯做 你还说你要避免战争 不要公然说谎 这点很重要 不要公然说谎 第二个 你更不要针对日本的NHK 再度的违背我们台湾人来说谎 日本 我们台湾人 绝大部分的台湾人 我妈妈在内 他们都不会忘记日本人 对于台湾曾经有过50年的殖民历史 这50年的殖民历史是分三部曲 第一部曲大屠杀 第二部曲严厉的镇压 第三部曲随今奴隶奴化台湾 皇民化台湾 大家都知道 日本人玩的就是这三部曲 把台湾人当恶等人来看 这段历史有良心 有骨气 有脊梁的台湾人都没有忘记 除非是一个汉奸 走狗 没有脊梁 然后背躬屈膝 面对殖民者的时候 两个膝盖 跪在地上的人的时候 他才会说 我们忘记了这段历史 我们台日的关系非常好 人民的关系很好 除非是一个软骨头的人 没有膝盖的人 没有脊梁骨的人 这个人才会趴在地上 面对日本的NHK 说我们台日的历史很好 我们日本 台湾人 在历史观是这样错 那是没有脊梁 那是一个没有骨气的台湾人 才会讲这句话 我很不以为然 我觉得一个总统候选人 对一个日本的媒体记者 讲了这段完全不负历史责任的话 被逐妄中 也忘记了在过去 我们多少台湾人被日本人屠杀 这样的一个人 后代子孙应以为此 坦白说 我觉得新加坡对于两岸的和平 有巨大的贡献 从蒋经国时代 李显龙的父亲李光耀 在促成两岸之间避免误会 那么缩短分歧这个部分 他对于台湾的贡献非常的巨大 我们看到李显龙在两岸之间 从马英九习近平在新加坡的一个会谈 确定的九二共识 是两岸的共同的政治基础 我觉得有巨大的贡献 所以未来新加坡能不能在两岸之间 再扮演一个巨大的贡献 我期待 我们也希望新加坡能够接棒传承下来 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台湾自己本身 也想要让两岸之间更好 这个应该要成为我们普遍的声音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光周忙回来